而说到饭店 台北市又有一家饭店要吹熄灯号 这是由50年历史的华泰王子大饭店 将在10月11号就要歇业了 而未来将会改建成复合式大楼 另外还有一家饭店神旺 也同样将在9月15号要熄灯 预计要盖的是商办大楼 古葡萄烤鸭片片切下包进秘制嫩浆 这是来到华泰王子大饭店必吃的招牌烤鸭 不过要在饭店吃得手刀冲刺 因为饭店将都更改建 10月11号催袭灯号 未来华泰王子大饭店将改建成 地上22层地下5层的复合式大楼 里面除了会有百间的客房之外 还会有商办空间 植水要改建一方面是因为 华泰王子大饭店1972年开始营运 到今年刚好买50年 饭店建筑相对老旧 即便不改建 势必也要花5到11元整修 二来碰上疫情生意大受影响 因此饭店才决定歇业改建 听到消息不少民众直呼很可惜 虽然很常经过这一段是没有注意的 我们等一下去试看看 你说上班族下班就那个 休息就那个时间点 有空去是修饭店吗 应该也很难难的啦 对啊 所以他如果自己本身没有去招揽 客户 你要靠附近的周围 应该是有难度吧 同样即将改建的还有这间饭店 红色鱼头铺上满满碎冰 新鲜感十足 但这不是海鲜盘 而是神旺大饭店招牌的鱼头蛋糕 要吃也要快 因为饭店将在9月15号席登 并改建成商办大楼 像这样的案例 北市还真的不少 因为正催起一波饭店改建潮 政府在都更更为老的一个奖励政策 所以他们如果去提升申请的话 那当然在速度上面就会比较快一些 那也可以很快地达到他们的一个目标 那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 通常这种旧翻新大概资产的价格 都可以增加到三到四倍以上的规模 累积到现在 北市陆陆续续有六幅客栈 台北富敦 台北国民饭店 西华饭店等十四间饭店 核准围绕改建 也预期新的饭店能带来崭新气象 带回业绩 东彩新闻 华福祥林浩宇台北报道 看盘不都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